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既成這世界無限電 都講什麼笑話 都講什麼笑話 在一個3D部落 他們一般的男人 都是在打力 他們都是以打力為生 是 然後那個女人就在家 就遊走好險的 他們就 通常都會偷寫 偷情 偷情 偷情啊 他們跌倒意思就是偷情的意思 但是我告訴你 這禮拜已經跌倒三次了 我剛剛看到了 很多夫人在笑了 歸臉啊 非常侮辱的一個笑話 他其實今天不見的是原住民 他其實用不同的 你今天替換成外省人 客家人 或者是 喉嚕郎 都一樣 他其實就是一個歧視 那 我覺得今天 我們原住民站出來 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演繹別人的一個 歧視型態是應該被糾整的 像這樣子的內容 為什麼在 企劃在裏腳本的時候 他應該知道說 他的來賓要講什麼內容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 QC企劃就應該 已經知道他的內容是什麼了 那接下來 你播出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來賓講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應該要 做一些處理 你是不是應該要 這個東西 這個段落就不要 或是重錄 都可以 那這個部分 我們好像看到說 他就是這樣播出了 第三個部分是 你在剪接 後製剪接的時候 這一段 你可以不要用啊 你可以用別的啊 那你為什麼 其實他是可以 整整把關的 就是節目製作的時候 他應該是可以 整整把關的 為什麼這樣的東西 可以出去 我非常的訝異就是 一個 一個這麼的 收視這麼好 這麼多的 一個 一個 電視台 他的品管是這樣 讓我非常的訝異 他說我們沒有指哪一個部落 那其實在原籍法裡面 他就有 就有一個明確的規定 一個法律 他就定在那裡了 他說部落 細指原住民 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範圍內 依其傳統規範 共同生活結合而成之團體 那他在這個裡面 他節目裡面 他說他沒有指稱哪一個部落 所以他就半指全部 集體的原住民族群 那我們在這邊 就是很嚴重的要 向中天電視台 表示抗議 因為 社會原住民族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 他在笑話裡面的行為 他也不應該 污名化我們這個群體 除了媒體會這樣的回應 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同理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呢 那針對那個節目的內容 也有一個也是 特別提到 就是說 電視節目編制 就是本應尊重不同族群 且內容呈現 應該避免以偏概全 或者是使用集體標籤或刻板印象 那 不過那個NCC呢 他會說 謹就違法事實 依法辦理 因為他知道 這種 煽情的 可笑的節目 他有收視率 他可以賺錢 所以他把他的責任 撇到一邊 這個才是我們要所批判的部分 製作人 你沒有那個sense嗎 只想賺錢的老闆 你沒有那個sense嗎 你把這個責任 丟給上節目的來賓嗎 我不相信 上節目之前 你們沒有規劃 沒有跟他談 沒有去掌握他 再來 主持人沒有責任嗎 你在節目上 沒有辦法去做一顆心理引導 糾正 調整嗎 他人講 棘手服役 勿施於人 那太亞族的騎勞在講 說我們話講出去 隱喻的時候 你說 就是說 你的話講出去 如果不得體 不得當 他就像一個矛 或是一個地劍 他射出去以後 又反著過來 會重重的射擊到自己 所以話是帶有能力的 那麼 以部落牧師的角度 立場 再一次的呼籲 我們台灣的各媒體 不是 這個不是私領域 既然報導 它是公領域 在公領域裡面 要帶有責任 那麼 這個責任 也必須促進 讓整個社會 特別在台灣 這多元族群裡面 能夠更促進 彼此族群間的 一個祥和 跟珍重和諧 一直到現在 中天 這個綜藝台 沒有任何的歉意 也沒有任何的責任 把它歸咎到說 這只是片面 原住民族人 他自己在講述的 國家政府 特別NCC 主管的 就必須要嚴厲 甚至 政府也必須要正視 就是 常年來原住民 被歧視的 這個事件 它會放在網路上 它會影響很久 它不是只是 短短的這一段時間 過去就沒有了 還是會有很多的 不是很多的觀眾 會去 重新的去瀏覽 然後 這些言論 也許 有些人聽起來是 不怎麼好笑 有些人覺得說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可是這一些 帶著歧視意味的言論 它會引導一些人 錯誤的一些思考 其實當天在跟 作業電台主管 在通電話的時候 我又特別強調就是說 希望主流媒體 可以 跟原住民做好朋友 你們不了解我們 沒關係 我們有更多的對話 讓你們了解 其實 在傳播內容當中 什麼是對我們有益的 什麼是對我們有害的 那 很多的錯誤是來自於不了解 我們希望可以跟主流媒體 多一點的對話 多一點 也希望你們有多一點的幫忙